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在谈到整个大盘的加权指数之前 我还是先跟投资分享一下 其实有时候回过来看看国际股市 再想想台股自己 我觉得台股的表现已经是相当的强了 但是你要期待它能够逆着国际股市 特别是美国股市涨到哪边去 因为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正常的 叫做一个正确的观念 与台股联动性最高的绝对不是在入股 而是在整个美国股市这边 特别是在欧美股市里面 特别是在美股的部分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到整个最近的一个美国股市 我想大家都知道过去这几年 全球股市最强的莫过于就是美国股市 如果连整个最强的美国股市 我想这是在上个礼拜的一个K线图 那天的长红大涨196点之后 其实最近这几天 美国股市大概都是小红小黑的震荡整理 那重点是 请问美国股市还有在创新高吗 美国股市还有在创新高吗 而且美股的月线 连月线都已经走平下弯了 对不对 背半指数 对不对 早就在五六月进到高点 目前的背半指数大概是在这附近 请问美国的背半指数有在创新高吗 美国的科技类股的NASDA指数 目前大概收盘价在这边6200多点 请问美国的NASDA 有在创整个波段新高吗 甚至你如果说 那以亚洲国家里面 亚古里面跟台股联动性最高 是在韩股 南韩股市 那请问南韩股市最近有在创整个波段新高吗 那更别说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到今天 目前盘中的一个变化的状况的欧洲股市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欧洲股市一个部分 等我一下下 这是一个比较盘中的一个即时盘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欧洲股市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一下这边 这是整个德股 好不好可以吧 德国股市目前是 以目前5点32分目前下跌80几点 德股目前下跌80几 法国股市下跌20几点 那我们来看整个德国股市 难道是今天创新高再拉回吗 我相信这从整个德国股市的K线图就看出来 德股早就已经看到高点 你看欧洲股市跌多久了 对欧洲股市法国股市跌多久了 我们来看一下再看一下 德国股市这些重要的国家 已经跌多久了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吗 这些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跌多久了 对不对 那国际股市 其实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都已经没有再涨了 你觉得台股能够逆势涨多久 如果当国际股市都已经开始做整理了 不管你说谁在撑这个盘 不管是嘎短空目的再优多 对不对 融资余额在上个礼拜五 大量的增加 已经创下整个今年的新高 指数还没有过今年的新高 但是融资余额已经率先在 上礼拜五已经创下整个今年的新高上来 那我相信整个独强一定只能短线 做个什么撑爬动作 但是绝对不可能跟国际股市 特别是跟美国股市 我觉得那个趋势不会背离太久 这是我在整个股票市场 这将近20年来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经验 那我相信其实个投资也很清楚 台股不可能一路独强下去 也许短期间的这边独强 原因留在那边 那第一个可能就是在这礼拜三的摩台结算 那可能外资这边的目的拉上来 让整个八月份的一个摩台指 称在相对高档结算的几率 看起来是比较大 不过我相信如果你特别出于去看 今天的一个摩台指的一个成交口数 已经放大到17.8万口 几乎已经是最近这一个一两个月的大量区 那会不会是外资在摩台指的多单 趁最近这几年的拉高 已经开始有慢慢在获利了结下车的动作 我想特别投资也可以特别留意 当然我在先前跟你做个解释 我先做个声明 我在这边有时候跟你谈 外资在整个不管在棋子摩台指 或者在选择群的动作 我都不是在带你做棋子 也不是在节目当中教你怎么做分析棋子 我是从整个外资的一些动作 最主要的我还是在跟头做分析 整个台股的一个大盘的加全时数 接下来的可能的走势变化 那我刚讲的嘛 第一个这礼拜三全市场在期待 红台指的拉高结算 这礼拜四 8月底MSCI的一个生效日 那这一次台股是有机会 有被为伏双生嘛 但是我相信整个礼拜四的MSCI 调升台股权重 外资该买的主动基金 应该最近这几天也该买的 换句话说 顶多剩下最后的那一天的被动型的基金 做一些进场动作 而且这一次台股的一个MSCI 要调升台股的权重 也只是微升 并不是一个大幅度 一个调升台股的权重 所以我觉得说 就算到礼拜四那天的尾盘 整个变化应该还是不会非常的大 当然也许有人说 因为现在多头利拼 对不对 在整个这礼拜四 只要大盘指数收在 10427点以上 叫做收月线 利拼月线连9红 或者你说 接下来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重头戏 是在于 所谓的9月份这边 9月初公布所谓的8月营收 目前市场传言是 9月7号到9月12号 只好这几天当中 苹果可能会发表iPhone8 星期的一个发表会 也许现在全市场都在期待 下个月如果苹果发表星期 在i8的带动之下 台股渴望由平盖股 带领台股再大涨一波上去 但是真的在整个i8出来之后 真的平盖股有机会 再持续带领大盘大涨上去吗 我觉得这才是接下来的 9月份的一个关键的重头戏 所以回外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 第一个 虽然大盘加权指数 今天盘中最高是来到10542点 但是如果就一个特殊的筹码面 何谓整个特殊的筹码面 我相信我在上个礼拜六演讲会场 都跟投资人分析过的 就如同当时大盘指数在这边 10590几点的时候 我也跟投资人讲过 一个特殊的筹码面 10600点上下附近 就是这部一个相对高点 结果你回过来 也证明我所讲的是对的 虽然最高有来到10619点 稍微突破了10600点 但是最后还是做个压回的动作 那如果以目前除非这些特殊的筹码面 有做一些改变的动作 那当然何谓特殊的筹码面 会员你还是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盘后传真稿 我都在整个会员的一个盘后传真稿 都做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 如果整个特殊的筹码面没有做改变的话 我认为短期的大盘的加权指数 这一波从10225拉上来 就大概在这边 就几乎是等于拉上来 这个叫做坐右肩 你反弹的幅度大 那就是几乎拉上来 前波的高点上下附近坐右肩 那我刚才为什么这么看原因 第一个我刚才讲的 目前整体的国际股市而言 看起来并没有好像整理结束 要准备波段大涨一个征兆 国际股市都在整理 你认为台股 就我刚刚所讲的上述因素 礼拜三的摩台结算 礼拜四的MSCI调升台股权重 9月初公布8月营收 9月初苹果准备发表新机 我认为 顶多都让大盘指数称在这附近 当然是说这边是压力区 我可没有说一定要涨上去 我也可没有说一定要过10619 所以我最后这边 就目前而言我对整个大盘的看法 我没有做改变 我没有做改变 因为从整个到今年为止的特殊筹码 还是告诉我 10619点过不过 我认为这边都一定还会再回答一波 你拭目以待 除非整个特殊筹码有做一些修正的动作 有做一些改变 有做一些变化 第二个真正的转折 我想从以前一直跟投资分享 今年的输赢就是在第三季 第三季的输赢就是在所谓的9月份 9月份是相当重要关键转折 我想有些话点到这边为止 就如同我为什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讲过了 为什么在整个去年底的时候 当时指数大概在9100点 我可以独排综艺 领先市场 告诉大家 今年台股闭着眼睛上万点 而且万点绝对不是基本价 万点绝对不是满足点 绝对是基本价 为什么可以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9600多点 我告诉大家台股还会再涨1000点 1000点的主身段行情 当时这一波的一个短线的拉回300多点 而且这根长黑破际线的过程当中 我敢如此肯定的告诉大家 我可不是挡到现在 10500点 我才像其他市场上的其他专家们 或者一些爆章媒体杂志 现在才在高喊邪恶第五波 现在才在高喊所谓的11500 甚至12000 甚至已经有人喊出 明年2月要上看12682 但是你会发觉最近在10500点 鼓吹大家全力做多这些专家们 有时候你回过来试试 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 当然我不是在批评同业 我也不是在批评其他专家 但是我一直在想的是说 我搞不清楚的是 为什么这些专家们 在9100点的时候 不敢在节目当中 不敢在爆章媒体杂志里面 叫大家全力做多 为什么在当时在9600点的时候 他不敢告诉大家 上看11000 上看11500 上看12000 甚至上看12682 而是涨到今年的相对高点 甚至当国际股市 美国股市都已经开始 拉回缩整理的过程当中 才在这个高档区越看越乐观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涨时看涨 跌时看跌 涨的时候越看越乐观 好那我刚刚也讲了 为什么之前我一路看多的原因 理由 一路的带你做多到 整个10500多点的过程 我相信我在整个 之前的演讲会的时候 或者在节目当中 我跟投资者就分享过了 今年是出i8 那你回过来就看看 之前的i6 是苹果卖的最好的手机 当时苹果卖的最好的 全市场公认 预期卖最好的手机的i6 为什么在七八九月的时候 来 老婆帮我带一下这边 我相信那一年i6 2014年 如果你有兴趣去查一下 2014年9月9号 苹果发表新机 跟今年目前预估是9月7号到9月12号 应该时间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2014年9月9号 苹果发表新机的时候 请问苹果发表新机 i6 iPhone6发表完之后 我不曉得个头之后 你觉得台股当时是从这边 苹果这边 来 老婆帮我带一下下面 9月初的时候 9月9号 苹果发表新机 可是当9月初的时候 当苹果在这边发表新机的时候 发表iPhone6的时候 是目前过去这9年来 苹果卖的最好的一支的智慧型手机 请问台股是因为i6卖的好 直接从这边就喷出大涨吗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8月底9月初 就是拉上来做右肩 当时2014年是这样 8月底9月初就是拉上来做右肩 苹果新机发表完之后 市场期待的由i6 当时带领台股上万点的时候 很抱歉 并没有 却是可能从9500多点跌到8500点 再短短的一个多月 修正1000点下来 那这一次 会不会历史再重演 我想 有些人当然你可以心存侥幸 说这次不一樣 i8特别好 但是历史会不会再重演 我相信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接下来 8月初的时候公布7月营收 我想隔头这你也清楚知道 8月初公布7月营收的时候 是让你看到这一次的短信的高点 10619 不是在8月初吗 公布7月营收的时候 那接下来 9月初公布8月营收 9月份上半月 苹果发表新机 会不会是另外一次的一个 就像我所讲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转折点 所以谈到整个大盘加全指数部分 我想只要在这个礼拜四 大盘指数只要收在10427点之上 月线就是连9红 好那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们 聪明的你 理性客观的你 除非你是过度贪婪 盲目冲动的投资朋友 那我另当别论 但是我相信 用一个几率的角度来看 当目前月线 如果这礼拜四收在10427点之上 当月线拉出连9红之后 你觉得下个月 这么最关键的9月份 你觉得连10红的几率大不大 你觉得如果10月再给你收红 9月再给你收红 10月再给你收红 10月再给你收连11红的几率大还是小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们 聪明 理性 冷静客观的你 你都很清楚 要拼连10红或甚至连11红 这个几率绝对是相对比较有限吧 这个几率一定是相对比较小吧 那既然接下来 9月份的月线要拼连10红 甚至10月份的月线要拼连11红的几率是相对有限 那是换个角度来讲 你在这边 再去做多赚钱的几率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相对比较有限 那我相信其实在股票市场的操作 其实就我认为就好像你不管你说你在赌博 或是你在做任何事情打赌都一样嘛 就好像你在跟任何人打赌都一样 对不对 你一定是觉得胜算大 你才会去跟人家赌嘛 那如果你觉得换句话说 这边接下来连10红连11红的胜算比较小 当然我不是用赌的嘛 我刚才讲嘛 我是有因为从国际股市 因为从整个过去苹果只要发表新机 苹概股绝对是利多出境拉回整理 的角度 我跟你讲的是大盘指数这边在涨的空间非常有限 甚至我刚刚也一开始跟你讲的 从整个特殊的从往面来看 大概这一波从整个低档上来这波的高点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也许就在今天的高点1050上下附近也说不定 我不是用赌的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从这个角度月线的角度来看 只要月线未来一根黑 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 非常有机会让大家拼个二到八倍回去 所以针对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我想大家很清楚知道 我不会是省百分之百 偶尔我也会有看错做错的时候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 你很清楚知道 我们目前高达67剩4负 胜利人高达9000以上 如果针对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 你也可以来参考 这是信桥市的趋势百分百 我的DAX粉丝好友们 到目前为止有7000个投资朋友以上 都可以帮我去信桥市做见证 我想每一次该出手的时间点 我都会在整个DAX的一个粉丝好友里面盘中 适当的提醒大家 那我相信从整个之前在1045 425 450这附近 45 25这里 在上个礼拜10450上下附近短空 然后建议大家在10386这附近 可以做一些回补的之后 最近这三天 我没有出手做任何动作 最近这几天 我在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 我没有出手做任何的动作 但是 会不会接下来 在所谓的 或者也许明后天的摩台者结算 也许接下来的 礼拜四的MSCI的调高台股权重 或者我刚所讲的 9月初的公布8月营收 或者9月份的 苹果的I8星期发表会前后附近 会不会接下来是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另外是出手的绝佳的空点 就像我所讲的 未来我在这边锁定的 就是在这边做头完的 右肩做完的另外是一个转折的 绝佳的空点 针对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那我也讲过的 如果未来行情如果 如信脚师所规划的 接下来如果在这边是看到一个 另外这个转折的空点下来 那可能在可预期的9月 或者10月的月线 应该会有一根黑棒的出现 那如果当这根的黑棒 月线黑棒出现 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 很有机会在这次的转折 让大家看到2到8倍利润 如果针对这次2到8倍利润 你希望信脚师我 可以透过盘中的讯息 LINEX里面的盘中讯息 这是一个免费的 LINEX的一个群组 透过这边 善意的提醒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做动作的投资朋友们 欢迎你现在可以利用广告时间 把整个 不管你用手机把它照下来 或者用纸笔把它抄下来 待会利用广告时间 加入信脚师LINEX粉丝好友们 让未来这几天的一个8月底9月初这边 非常重要关键转折 当一旦转折浮现 当一旦这里的一个反弹结束 右肩做完 准备破断另外破断起跌过程当中 让信脚师LINEX的盘中讯息里面 提醒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做一些动作 好不好 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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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厉害哦,你这么厉害,你手上有感动的地方,大家平常市场要保佑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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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相关的屏概股会怎么走 而大家也知道这些屏概股 又是最占大盘群众的标的 Bennett发觉这些股票 好巧上礼拜都很强 今天而言这些股票都不强了 大力光今天是一根中长黑项来整理 大点100多块 那你来看台积电今天是没有高点 直接开低走低 2474的可乘 今天是开几乎是小黑下来 2317的鸿海 你看最近的走势也不强 几乎都排在这边 那你要特别注意 鸿海这条季线 最近连在季线这边 这条季线不能破 破的话可能会对整个鸿海本身 或者对一些大白交卷指数的杀伤力 可能就会比较大 6269的台郡说今天也是几乎受在平盘附近而已 那包含在整个2313的华通 上个礼拜五很强 一根长红刷新高 今天是直接开低走低 收小黑没有什么高点 做震荡整理 所以其实如果你了解说整个 为什么说你要提防是在 整个8月初 9月初公布8月营收的平概股 甚至在整个i8上市之后 平概股的一些表现 甚至包含在之前 你看很多人在提到的一些PA 功率放大去的PA三雄股票 文貌最近怎么都不涨了 对 怎么股票最近在盘来 来打包帮我带下 当你现在全市场在 天乐观的 期待的大盘指数 越过10619 上看1万1 1万1千5 1万2 甚至1268过程当中 这股票已经跌了多少 已经跌了大概18块左右了 已经跌了大概10%下来了 这还是几乎最强的文貌 那你要注意这条季线不能破 破的话会不会整个头部起来 整个成型 文貌不是叫做平概股吗 为什么在苹果准备发表星期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些股票 红结科 对不对 你看这一步的大回幅度 已经从70几跌到50几了 之前多少人在这边谈红结科 股价却是一路杀下来 当然也许跌深了 来到年线上下附近会有反弹 但是你觉得这些股票 有手上有的阶下该怎么做 包含在2455的一个全新 也从70几块 跌到今天剩下61块 也是跌了十几块 跌了20%下来了 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下来了 包含在一些平概股 美率 对不对 会不会这边最后做成一个M头 有没有可能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最近这几天一个变化 那为什么反正这边 全市场在期待I8上市 为什么反而期待I8上市 期待平概股的8月营收 为什么反而平概股 最近反而是涨不动 原因理由在哪边 我相信你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不论说针对这个个股的部分 或者你认同性角是我的看法的 认同我的操作理念的 可能未来这边 就是大盘加捐指数 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 相对高的一个 另外一次一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一个绝佳放空点 而且这一次如果真的在这边 见到高点下来 我讲过 这次有机会让你拼2到8倍 8月底9月初这边 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转折点 所以针对指数以及个股 你希望在整个高点出现 有信价实我在盘中 透过大一则本事好友里面 盘中善意提醒大家的投资朋友们 欢迎你加入信价实大一则本事好友 并自负投资风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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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